我們看昨天郭台銘大發雷霆 針對這個東芝的併購跟禁購案 基本上他做出非常大的強力反擊 甚至直指日本的順民文化 他可不是順民 所以他不是一個非常好惹的家夥 那不排除繼續針對法律訴訟 要把東芝給搶下來 那昨天他很生氣 他把《光時報》給撕了 為什麼 因為《光時報》 用比較激烈的標題 就說這個東芝的一個半導體的標售案 那鴻海出局 那郭台銘只用撕報紙的方式來表達 這件事情沒有結束 那當然我們知道郭台銘 這個能夠號稱成績撕案 他不是沒有兩把刷子 我們先來看看東芝 再給大家回顧一下 東芝整個事件 當然東芝這一次 要把半導體事業群給賣掉 主要原因是東芝當年替美國人擦屁股 這日本人專門是擦屁股 所以就是如郭台銘講的順明的概念 這順明不是順天皇 是順川普 所以當年買了西屋的核電的 相關的產業跟企業 導致了劇烈的一個財務上的損失 所以必須把金母機 東芝的半導體事業部來進行拍賣 這個時間其實非常緊迫 為什麼 第一個 是6月28號 東芝要召開股東會 而在股東會之前要公告 到底這一次的東芝的半導體事業群 到底花落誰家 到6月30號 是整個財報結算的最後報告期限 我們知道因為日本的年報 它的會計年度是到3月底 所以在6月份之前必須交出 做出股東會的確認 我們知道東芝過去幾次 都有延遲提交財報的一個紀錄 所以6月30號變得非常重要 到了7月14號 威騰向加州高等法院 申請盡致力 就是針對東芝拍賣 因為威騰也是東芝的夥伴 跟股東關係 所以希望從加州的高等法院 來申請盡致力 到8月1號 我們看到 假如東芝的半導體事業群 沒辦法正式的成交的話 可能會遭遇到非常大的財務風險 而進行一個下市 或打入東正二部的動作 到9月以後 更重要是他能不能維持上市地位 所以我們看到 東芝其實在跟實驗賽跑 到底能不能把半導體事業群 給順利拍賣 從最早期1兆日圓 結果一路喊價 特別是郭董出價 出手不凡 喊到2兆日圓 所以本來預估 東芝半導體事業群 大概值700億美金 到最後搞到了200億美金 70億美金到200億美金 不斷的往上做堆疊 我先請教一下萬民哥 因為其實郭董講了很多 第一個 他對於日本金產省的官員 俠願報復 所以官方也要知道 作為一個政府官員或民營代表 城市不足 敗事有餘 尤其現代的民主政府當中 其實你要進行說萬民哥 萬民哥 丁市長 世光前面想蓋一條馬路 做不到 為什麼 因為要經過議會的層層審核 可是世光前面有一條馬路 我們的丁萬民 丁市長 說不能蓋 就不能蓋 所以事實上這些官員 城市不足 敗事有餘 尤其在民主機制之下 這個金產省的局長 叫做安藤九佳 直接被郭台銘給點出來 2016年去年的時候 1月24號 針對整個Sharp的一個拍賣案 安藤九佳就希望郭台銘不要出手 因為Sharp並且是日本的百年指標企業 可是當時的一個爭執當中 郭台銘很凶 你是命令我 還是建議我 結果他不管安藤九佳的建議或命令 直接進行了詬病發展 結果得罪的這個官員 不管是傷了理直 還是傷了面子 因為我們不知道安藤九佳 到底是替誰說話 官朋友 維彪 你懂意思嗎 他替誰說話 所以沒有想到這次Sharp的拍賣 也是由這名局長來負責統籌 跟官方的代表就慘了 萬民哥 其實我們知道 從日本到台灣 台灣的政治 尤其沿襲日本的政治文化 不管是樁腳的文化 不管是派閥的政治 基本上跟日本很像 所以從這件事情 最大的商人 跟最核心的官員產生衝突 金產省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沒有看出來日本當局 對這一次的東資判判案 代表什麼樣的立場 您的觀察 日本 這樣子 郭董特別講調 他又不是日本人 他也不想當日本人的順民 這個話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 有點觸犯到 日本企業的一些核心價值 或者說日本企業跟政府之間 就經濟發展 還有產業佈局的一些遊戲規則 因為日本戰後對不對 通產省對不對 對日本經濟整個復甦 還有資源的分配 政策的擬定 還有企業的輔導 其實都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 行政指導的功能 對 即使到現在 過去叫通產省 2001年日本進行政府改組以後 才變成金產省 它的影響力都是很大的 像在台灣來講 官跟民 就企業 民間企業跟政府比起來 政府就屬於弱勢 日本其實到現在來講的話 日本官方的指導的色彩跟力量 還是很強大的 不管是去年的夏普 還是今年的冬至 金產省其實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大家都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日本這幾年為了半導體 為了面板這些產業的振興 還成立了一個日本產業革新機構 日本產業革新機構的監督單位 就是金產省 是 這一次對不對 東芝要出售對不對 日本產業革新機構對不對 也代表了 結合了另外 包括歐美的企業對不對 想擔任或者想參與 這個競標 你從金產省的角度來講對不對 對 胳膊當然不能向外彎 他當然會先考慮到 日本革新機構的推薦名單 對 推薦名單 或者說參與的團隊 對 你去搞了一年 什麼年年虧損的夏普對不對 就轉歩為宜 因為日本人很丟臉 因為夏普怎麼到你手上 上去賺錢 你打我一個耳光 這個裡面對不對 其實日本的很多的這個 產業的媒體 或者說專業媒體 都對這個事情提出了質疑 今年對不對 感覺上郭台銘又要搶取 對 而且這個人還很奇怪 一個中國小伙子 帶著台灣護照 來騙我們日本妹妹 這個是有水民族尊嚴 對 但我說這從日本的角度來看 對 從郭董的整體的產業布局來講 他的企業對不對 由下游的代工對不對 要向上游的關鍵零組件整合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他基本上 鴻海或者富士通代工的 每一個產品 都要使用到晶片 是 東芝的技術上面對不對 又是沒有話講 問題是出在行銷跟管理上面 國外海民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掌握了全球的市場 我買下來對不對 他產品的出海口對不對 絕對不成問題 我以後根本就不要跟三星買了 我全部跟你東芝買 你這樣子對不對 日本的產業也活了 東芝也活了 我郭台銘大賺 我郭台銘也大賺 對不對 這是多營的一個布局 你金產省的官員 惡任職什麼 去年已經搞我那一次 這次又搞我一次 但是我認為 他把安騰酒家拿出來 也沒什麼意思 為什麼 安騰酒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官員 他也不是金產省的政務次官 或者說高級文官 他算是一個中高級的官員 你如果去查他 他其實就是東部經濟產業局 金產省底下一個地方支部的局長 當然我剛剛講過 日本的公務員一個小科長 到哪邊去 卡死你 對很大 都很大 何況他是一個地方支部的 官不在大 在官這個位置上 沒辦法 你這個夏浦東芝對不對 都落在他的轄區 他不管也不行 是不是 這個人他有沒有一點能力 我看一下他的經歷 他曾經當過總理大臣府的秘書 表示他還是有直通天廳的能力 有兩把刷子 對 他會把他放在最重要的地方支部 對 也不能說這個人 完全沒有一點影響力 另外一點 金產省 這麼多年來 其實對於中國威脅論 其實他們警覺性 都非常高 因為我們都知道戰後對不對 早在1935年 日本人就提出了驗刑理論 就認為日本人應該在亞洲的 經濟發展過程中 扮演驗子頭的角色 但是自從中國 開始改革開放以後 日本人在2002年 就提出了一個觀念 就是這個驗刑理論出現了 被一隻怪鳥給打亂了 你知道嗎 2002年是多少 15年前 所以15年下來 其實日本的金產省 其實都活在中國威脅論的陰霾之下 以郭台銘對不對 在全球的佈局 在大陸的佈局 還大陸政府之間的關係對不對 你們想想看 你們每一個人站在日本金產省的 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放得下心嗎 當然放不下心 他當然是希望對不對 日本的企業能富起對不對 舊東資的這個角色 何況東資的半導體部分 現在也不是不賺錢 如果說打包出售的話對不對 其實是有這個機會的 那個工商時報真是很無聊 不是 真的很無辜 莫名其妙就被人家撕了 你不要這樣 你們聯合報戲 就笑人家終始報戲的 那很委屈 要拿金字報撕了你就難堪了 我跟你講 不是 其實被撕也沒什麼了不起 因為撕了反而讓他露臉了 因為我就很想把他買一份回來 到底郭台銘撕了什麼報紙 這個表示 郭台銘每天都看工商時報 你知道嗎 這個可以證明一點 全球最大的這個 老闆 電子業的代工廠老闆對不對 都看工商時報 你看工商時報的東西 多強 但我那樣子講就是說 像他講 還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 我覺得百分之幾百分之幾 都沒有意義 百分之五十就最無聊 百分之五 其實跟百分之五十的意義 都是一樣 就是你還有希望 但是是最後一切希望 但是可能目前的情況來講 對你可能比較不利 所以郭董對不對 就這個怎麼講 以退為進 然後就是怎麼講 就是有點豁出去的這種 破釜成舟的這種感覺 非要不可 非要不可 這又展現出他的強勢 因為他這樣子一罵出來對不對 第一個 原來對不對 金產省在日本 就是這麼一個 具有權威性領導機構 全日本人都是他的順民 如果說金產省要擺脫這個 壓制全日本企業 把日本企業變成順民的 這種角色來講的話 那他很簡單 那就放郭董來講 但是如果他繼續對不對 捨不得的話 那你就繼續對不對 讓日本人當順民 所以他這樣子罵 或者他這樣子講 其實對現在 郭台銘在這個 東芝出售的這個局裡頭來講 對 他沒有輸 那只是放手一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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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